夏寶龍主任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開幕禮都有發言 其中有一點大家都有關注 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 其中提到這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他背後想反映什麼呢? 即是日後要香港再有遊行去舉辦的時候 都未必那麼容易出現 反映什麼呢? 當然遊行不是唯一的方式 表達意見有很多方式 但香港也有一個特點 過去有很多遊行之刀 幾千次 日後都很多 所以可能他也有誘感而發 除了這個方式 不一定是這個方式 但是他也沒有說不讓那些人參與遊行的任務 不是什麼意思 他只是提一提 而且他指出一件事 背後就說 都要提防 有些人利用遊行 沉了其他東西下去 這個都要警惕 不要被人借一個遊行這個形式 有些人有其他政治目的去挑動 所以就變成有一個對社會的穩定會帶來影響 我想這也是一個溫馨提示 現在政府方面 執法部門 他們都會小心衡量 究竟那個遊行 是不是可以給大家充分表達意見 還是背後還有其他複雜的因素 或者要有些適當的規管 以防 令到遊行良好安全地順利地進行 但是你覺得由夏主任出到聲 說這句執法部門 日後在處理這些遊行申請的時候 會不會再嚴格一些呢 我想有看需要而已 我覺得他只是一個提示 也不是只有這個方法 其他都有其他方法 這句事實在也是這樣的 方法有多種 我可以知道 要好 我可以拍攝 如果你 這個 我暫時 我可以